大家好,我是大西妈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新手编织的镂孔花样 这款花样利用加减针形成的麻花形状 特别好织 这组花形9针24行是一组完整的花形 片织的话起针要起9的倍数加一针 我又加了两个编针 这个花形别看它行数比较多 它重复的也很多 所以说比较好织 下面我演示这个花样的具体织法 我演示的时候起了一组花 一共是9针 我又加了两个编针 一共是11针 第一行正面行 编针 一上 七下 一上 需要重复的就是一上 七下 一上 好 最后一针是边针 这是第一行 这个花形的第二行就是反面行 全都是一下七上 一下 我就不演示反面行的制法 第三行 第三行 编针 一上 空加一针 三下 右上 二并一 两下 一上 好 最后一个编针 这是第三行的制法 第五行 一边针 一上 一下 空加一针 三下 右上 二并一 一下 一上 编针 一上 两下 空加一针 三下 右上 二并一 一上 编针 好 织完第八行以后 第九行 第十一行 和第十三行 都跟第一行是一样的制法 也就是 在这个变幻花形的这中间呢 在正面行有三行 全之下针 也就是说 一共有六行的平针 反面之上针 正面之下针 织完以后 就到了第十五行 第九行 第十一行 和第十三行的制法 都是这样的 编针 一上 七下 一上 编针 好 剩下的呢 我就不演示了 我直接演示 第十五行的制法 编针 一上 两下 左上 二并一 三下 空加一针 一上 直到最后 一个编针 这是第十五行的制法 这是这个花样的图解 你可以截屏 我来说一下 这个花形之所以简单呢 就是它重复的地方多 就是变换花形的地方呢 它的规律也特别好找 像这个第十五行 织两下 那到第十七行的时候 就一下 左上二并一 三下 空加一针 这个地方就成一针了 就和这个地方是对称的 看到了吗 这就是这个花形 后面呢 我就不演示了 然后织完第十九行 二十行以后 到二十一行 和二十三行 就和第一行的 织法是一样的 因为第九行到第十三行 这是三个下针行 那这个地方是织了一个 然后这边呢 又织两个 就这样形成了一组完整的花形 这个花形 织毛衣 织围巾 都可以 它特别板针 而且呢 规律性特别好找 反面也很平整 制围巾也好看 特别适合新手来织的一款花形 好 今天的花样就讲到这儿 你喜欢吗 喜欢你就收藏吧 优优独播剧场上的花形